10月27日,Uber公司宣布将在2023年前从租车公司赫兹租用5万辆特斯拉提供给Uber平台司机。 截至美东时间27日上午11点,特斯拉股价涨幅达4.7%至每股1065元。 本周一,特斯拉股价一度大涨7%,因为赫兹宣布在接下来的14个月向特斯拉共计购买10万辆电动汽车。 从本周一开始,在洛杉矶、旧金山、圣地雅各、华盛顿特区,消费者可以在赫兹租用特斯拉2021年的最新Model 3版本。 接下来几周,全美各地都可以开始租用该车型。 而Uber则将从赫兹那里租用一半的Model 3,用来提供给需要向平台租车的司机。 Uber公司表示,特斯拉Model 3每周租金从334元起,费用含税及其他费用。 租用时间越长,平均费率越低,租用的司机必须至少完成150单轿车服务,而且评分不得低于4.7颗星。 Uber希望借此推动公司的零碳排放目标,并且为平台司机节约邮费。 Uber公司移动和商业运营部门负责人表示,这一合作计划是Uber朝着电动化目标又进了一步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,现在拥有一辆电动汽车需要付出的成本仍然高于传统燃油汽车。 根据此前的报道,赫兹的采购合同将为特斯拉带来42亿元的收入,是特斯拉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采购合约。 这一消息让特斯拉市值突破1万亿大关。